台湾大高雄地区超过1000名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 在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举办了庆祝活动 高雄副市长在应邀出席时 感谢法轮大法对世界的贡献 513世界法轮大法制高雄庆祝活动 在台湾最盛大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古号乐声中切开 正要为宾到场同庆 并祝贺法轮功创始人生日快乐 我们法轮大法传法20周年 还有也是我们创办人李先生的生日 所以祝福李先生能够生日快乐 那么也感谢法轮大法对我们整个社会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我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的荣幸 也可以向我心目中非常尊敬的李洪志李先生 李老师致上诚恳的感恩之意 祝我们李老师生日快乐 我们谢谢法轮功在全世界推动 让很多人更健康快乐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支持法轮功 那今天恰巧是李师傅的生日 我们也祝李师傅生日快乐 祝李洪志创办人先生生日快乐 那继续领导我们这个法轮大法 在全球每一个角落来散播真善忍的一面 今天这个活动的最大的意义跟目的 就是希望把这个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的这一面 传播到更远更辽阔 更各个不同阶层族群的人 法轮功学员们也分享学练法轮大法后的体会 修了法轮大法以后 我的身体变健康了 心情变愉快了 每天练功 修心性 处处符合 师傅的法理 真善忍 这样的一个标准 那还没修练之前身体很不好 而且脾气也不好 修练以后呢 脾气好了 意识都不大生气了 也不生气了 那已经十年没有看过健保卡了 觉得修练法轮大法之后 就是生气变化都很大 那很谢谢师傅把这个法轮传给师 那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来修练 明慧小弟子的工法表演 与汉服走秀 让大高雄的民众 看见法轮大法 真善忍的美好价值 新唐人亚特电视 许美惠林宏观 台湾高雄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